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 AVB情報誌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Laura良心穎 是這個月的封面人物 請大家多多支持 我還有這本雜誌的臉 其實我覺得 大部分的人在創作的時候 如果你的創作要有說服力 就是要從你自己的人生開始 因為你可以去想像說 可能誰的人生怎麼樣 可是如果你沒有真的經歷過 那你很難去寫出一個很說服力的東西 所以通常呢 就是一定是來自你自己生活的靈感 或者說可能你朋友跟你分享的故事 我覺得不太可能是完全 只是一種天馬行空的想像 我覺得就是要有一個玩的心態 但是如果說真的是 自己喜歡的東西 我覺得像我最喜歡的東西 可能就是還是比較 有一些女主位 比如說動的東西 或者說 可能是比較 比較簡單 但比較耐看 或好摸的一些資料的 這樣子 但是 如果是在表演的部分 我覺得我就還蠻好的 像我是 就是我以前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請她 然後就覺得說 欸好像這樣不是很好 然後我就下載就是一個 對是moneycare的一個app 然後等於你每花完一筆 然後你就把它記錄下來 因為你如果回到家裡一定忘記 就是你到底今天做了什麼事情 有一個叫2man radio 這個 我覺得它還蠻方便 是因為它可以選說 可能 例如說甚至有 音樂或者sports 或者news 然後可能進去音樂之後 它會問你說 那你曲風 可能年代 六七零年代 九零年代 或說blues classic country 然後你點進去之後 可能年代 好我選雷鬼風 然後 雷鬼風裡面 它就會有很多很多電台 各個國家 它都會 譬如說 德國啊 對啊 你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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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爹